大家好,歡迎收看信網收視回報 港股今日跌超過300點 不過在22,700點水平有之遲 恆指今早接近平開之後 受到匯豐一月份內地製造業 採舊經理指數初值差過預期拖累 恆指跌勢突然轉急 早段已經跌穿了22,800點水平 見過22,722點的全日最低位 偶後在22,700點水平見到支持 收市跌348點 報22,733點 成交有683億多 我們看看焦點板塊今日的收市表現 人行今日再進行總值1,200億元人民幣的逆回購 但對內銀股沒有幫助 工行及建行都跌超過3% 工行收市報4.81 單是工行及建行拖累恆指跌了約82點 中行及農行跌超過2% 賭業股今日跌小還未指 當中銀魚及金沙早段一度跌超過半成 銀魚最低見過72,7 不過之後跌幅逐步收窄 收市只跌約2% 至於金沙跌幅也收窄 收市跌了近3% 永利亦跌超過2% 新豪博亞跌近4% 我們看看焦點股份今日的收市表現 經營夜店超額營購超過3,000倍的 新股Magnum首日掛牌 大幅高開8.6元 早段見過3.21元的全日最高位 之後升幅收窄 收市報2.84元 較招股定價高近9成 另外行榮地產公佈業績 全年的基本順利按年跌1,8元 股價在業績公佈前已受壓 中午公佈業績後跌小加劇 收市跌超過半成 報23.1元 是今日表現最差的藍籌 美國今晚會公佈12月份的城屋銷售數據 及上星期首次申領失業救濟的人數 大家要留意 多謝收看信網收市匯報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感到每一位 若謙地的名ydi 1日 whales